我们在这个世界 建一个大道场 造佛像 来装盐道场 这个装盐 有云可以走 没有云不要勉强 为什么呢 这个世界 佛说的好 凡所有相皆是学法 一切有形象的建筑 统统是学法 为什么 神灭法 我们看看天清菩萨的 佛法明文论 他将 群宇宙 万事万物 归拿为一百类 叫白法 不要法展开 就是一切法 无量 无边之法 不出这一百类 这一百类里头 有唯有无唯 有唯有生 有灭 全是假的 无唯不生不灭 再说它为真的 无唯法到最后 只有一个真正的无唯 真如无唯 只有这条 其余还有五种无唯法 那是有唯法里头 不能包裹 像空 是空 有唯不能包 设它作无唯 那空是不是真有呢 不是真有 空能深有 它就不是真空 它会深有 慧能大师说 何其自信 能生万法 你怎么可以 受到空呢 它遇到云 它能生 不遇到云 它就没有了 像我们现在 看电视屏幕 屏幕上 你能说它没有吗 按一下频道 它就出现了 它就有了 那频道关了 它就没有了 所以那个有 是有生有灭 频道是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 跟生灭的 融在一起 所以不可以说它有 也不可以说它没有 这才是四世真相 与四世真相 真正了解了 把一切有为法放下 啊 其心动念 是有为法 是新法 是新受法 二十四个不相应 也是有为法 也顺于一位法 从望向身体 是一个设法 是一位法 啊 八个姓王 五十一个姓处 二十四个不相应 是一个设法 总共 九十四法 九十四大类 全是一位法 啊 一位是假的 庄严 妙徒 假的不行 要用真的 什么是真的 幸运 痴迷 是真正 庄严 西方 极乐世界 妙徒 是极乐世界 那 发菩提心 一向 转念 菩提心 是真心 我们尝试的 真诚 清净 公敬心 那菩提心 居住了 菩提心的自受用 是清净 平等求 菩提心 对一切众生 对一切人事物 大慈 大悲 什么叫 大慈 大悲 愿意 把一切众生苦 与一切众生乐 这叫 大菩提心 众生与我 有苦 与我不相干 我无动于心 这个人 没有慈悲心 没有慈悲心 只念这句 阿弥陀佛 能不能往生 不一定 欧耶大师讲的后 发现 是往生 净土 必须 具备的条件 圣主 告诉我们 能不能往生 决定在 幸运之有 幸运是 菩提心 身到极乐世界 品位高下 那是 念佛 功夫 勤身 所看的 不是念佛 多少 是念佛 功夫 先生 功夫 从哪里看 从定功 看 从放下 看 我一由放下 才帮助你提神 当我们妄想起来的时候 杂念起来的时候 赶紧放下 尽忠用的方法非常巧妙 就是提起佛 专注佛 好 妄想杂念 自然没有了 这法子妙啊 养成习惯 就变成功夫 它能提升 往生净土的品位